哈囉 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求生者們是否在蒐集物資時 很難取捨到底要不要換槍使用呢? 如果你有遇到這個問題 就必須要來了解一下這集 今天瓜肉小教官就要來教各位 如何選擇步槍與介紹步槍的優勢與劣勢 這一集就是各位期待已久的 訓練營絕世步槍大解析 那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看下去就對了 Let's go 公欲善騎士 必先立騎氣 想要打出好戰機就要有一把好步槍 今天瓜肉小教官來給大家比較看看 每把步槍的差異性吧 首先我們來到絕地訓練營 選好你的步槍裝上背鏡 找一個訓練把進行射擊 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出這把槍的彈道軌跡了 我們先來看看安裝紅點的步槍如何吧 N416 Skart AKM N16A2 大家可以從訓練把下方開始射擊 在沒有安裝任何配件的情況下 步槍的彈道都會隨機偏左或偏右 所以壓槍的方式都是以彈道情況向左下或是向右下壓槍 如果有在追隨絕技訓練營的求生者 應該都很清楚壓槍方式 如果還不熟悉的話 記得要去看第一季的影片 而對比之下高射速的Skart的穩定性也不差喔 通常是在獲取N416前的一把過度步槍 不過無配件的情況下穩定度就稍微低一點點了 但如果是喜歡射速快又可以秒殺對手的步槍 朋友們就可以試試看Skart 而同樣也是高射速性能的AKM 相較之下穩定性就稍微更差了一點 但AKM的優點就是比其他的步槍殺傷力高上許多 而N16A2的話是沒有自動射擊的 必須透過單點或是三連發的射擊模式來去操作 但N16A2是非常適合在中遠距離點射的 如果對N16A2的彈道非常熟悉的朋友 我是很建議拿這把槍的 射速的步槍基本上都會在基本地圖中出現 而熱情依靈是沒有Skart的 他的替代步槍是QBD 全地地圖的Skart替代步槍是G36C 兩支步槍都有其優點 我們就先來看看他的彈道狀況吧 那介紹完這兩把替代Skart的步槍以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兩把步槍 其實都算是比較穩定的 但大多數的玩家都是把這兩把步槍 當作減到N416前的過渡背品 但是也是會有很多玩家會把QBD當作主力武器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啊 你們自己去選擇吧 N762與NK47是屬於7.62子彈系統的步槍 這兩把步槍都有各自的優點 彈道狀況兩把槍都比AKM的後座力再稍微高一些 遠距離的話NK47的單點優勢會比7.62大上不少 但基本上我個人還是建議拿AKM的 因為AKM的彈道還是我比較習慣的 也是因為AKM後座力優勢較大也較好壓槍 最後就是空頭槍AUG與Groza 這兩把槍都非常的強 擁有極高的殺傷力 特別是Groza這把槍後座力比其他7.62子 但系統的槍支穩上不少 幾乎與556系統的步槍步槍上下 所以Groza算是很強的一把步槍 Groza在近距離對槍幾乎完勝前面的步槍 AUG在滿配的情況下穩定性非常高 基本上新手都可以很好的控制這把槍 也因為這兩把槍的數值偏高 所以只能在空頭槍取得 但如果你的團隊競技等級夠高 也是可以拿這兩把槍來遊玩的 有獎真答來囉 問題說說你最喜歡哪一把步槍 並且分享這部影片 留言在這部影片下方 就有機會獲得 絕地求生M官方送出的虛擬或實體獎品 最後跟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ro G-U-A-L-O-W G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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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生M的官方粉絲團 與官方頻道 我是Gro再見 掰掰